词曲 李宗盛 一缕青丝 一寸柔肠 一抹情愁 轻易落山 你我若见 软了谁眉眼 兜兜转转 朦时出现 却难辨时间真假 时间尽头 与你相守 无所求 无人挥手 时光搁浅 凝春短 风雨起寒 驻足时斑 谁泪流满面 长夜漫漫 深深轻弹 长不尽百般滋味 此生不换 余生不相见 剪断思念 忘了一世的收获 生生世世 青丝百发中不换 曾经沙海与丧天 与君并肩重相伴 爱恨离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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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作相似语 爱恨离愁 失落者 行尘 爱恨离愁 失落者 行尘 你从小就跟着我 以前 我的体质就一直这么特殊吗 体质特殊 什么意思啊 这一个月以来 多重的外伤我都受过了 但是每次都能极快痊愈 我 我生来就这样 不是啊 这件事连翘也很奇怪呢 娘娘您以前失智的时候 总是可可斑斑的 一块淤青得七八天才能好吧 跟现在的恢复力没法比 那也就是说 我变成丑青离之后才这么特殊的 变成 没什么 你有什么事吗 连门都没敲 差点忘了 娘娘 您快更衣 一会儿见 不是说过了吗 称病谢客 尤其是吕瑶和她身边的人 一概不先 快飞娘娘到 快飞娘娘 快快快 我衣服呢 那边那边那边 来不及了 参见太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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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别起来 还病着呢 最近身子是不太好 但是 但是也不能坏了礼数 都这种时候了 还说什么礼数啊 本店听云锦 跟我讲了你在西院的事情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无故遭受奸人所害 真是受了大罪了 都过去了 你这个孩子啊 就是心地太善良了 还未正是谢过太妃娘娘 替轻力发安 其实 本店一直相信 你不是凶手 你这么单纯善良的孩子 定不会害君上 如今丽娘 依然伏法认罪 昨日 在房中自议了 丽娘 嗯 明明是吕傲 关丽娘什么事 一令上 好像是写了找到真凶 那会儿太恍惚 也没问 本店真是不敢相信 王府之中 竟有如此恶毒之人 确定是丽娘 丽娘公认不会 她这么一死 也就只能结案了 此事 也不便过多追究 又是她的 这次 这次居然肯牺牲自己的妃子 这位是方白草女 平日里呀 专门为本店调理身体 医术高超 本店也想着 让她来替你调调身子 如何 如何 娘娘的身体并没有大碍 对 甚至 甚至 甚至比一般人的身体 要好很多 臣准备的药方 是用不到了 清离是有福之人 那白草大夫 就先回去吧 好 谢太妃娘娘关心 坐吧 这些是 本店知道你是边塞嫁过来的 府中的吃食有很多不习惯 所以本店特意派人从边塞 给你带了很多那边的特色小吃 来尝尝 看看跟你以前吃的已不一样 这个好好吃啊 太妃娘娘真是太有心了 谢谢 你也吃 本店今日也是贪嘴了 现在有些不适 正好一起散散步 师父 我寻找外面是什么样子的呀 是辽阔的大路和临海 琪琪 你想去外面看看吗 不想 我要是去了 谁每天陪你散步啊 琪琪啊 慢点儿 清离 你在想什么 想起一位故人 以前在家乡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陪她聊天的 想来是一位对你很重要的故人吧 嗯 生死亲人 你嫁得这么远 有时候难免会想自己的家人 别难过了 以后 本店就是你的靠山 什么是靠山啊 我在巫族 没听过这个词啊 真不懂还是撞山 靠山的意思 就是可以保护你的人 保护我的人 嗯 太妃娘娘 知道了 妾身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 呃 啊 娘娘也在 参见母妃和娘娘 你怎么会来 儿臣路过 倒是你们怎么在这儿 本殿和清廉聊聊天 三散步 那倒是本王打扰了二位的雅兴 好了 本殿乏了 想要回去休息 本殿今日和你相谈甚欢 清廉也愿意陪太妃娘娘聊天 以后一定常来 好 本殿先走了 恭送母妃 本愿也有些累了 想回去休息了 先告辞了 清廉 你还在为那儿的事 是 我确实是有些累了 姬王殿下怎么直获我们娘娘明慧啊 这万一要是让君上听见了 这不是害我们娘娘吗 连枪 一时心急 唐突了 能否给我一炷香的时间 让我把我 风真大 连枪 我们回去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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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廉 不要向着逃避我 过不了多久 我就会让你的身份 比现在更尊贵 这个丑清廉啊 真的是不识台询 本殿都把话挑得那么明了 他还装傻 您别生气 兴许他确实是不懂 他呢 要么就是装傻 要么呢 就是太有心境 本殿一时还真是搞不懂他 走了那么久的路 本殿也着实是乏了 丑非人哪 怎么还不出来 这 来 君上 娘娘说 今日看了皇历 不宜剑客 什么 这种理由也拿来堂塞锅 娘娘写了封信给您 说您看了便知 他不是不会写字吗 那娘娘可真有情绪啊 那君上 拆开开开开 拆开开开 好 本元 你不是凌王妃身边那个婢女吗 在这儿跪着干吗呀 你怎么了 先起来再说 水 水 醒醒啊 来 快喝点水 来 臭吼娘娘 快快快 好 这么热的天 你在那儿跪着干吗 近日 奴婢不小心打碎了 王妃娘娘最喜爱的杯子 糟了 万一王妃娘娘发现我不在那儿 肯定会打死我的 你继续跪下去才会死啊 可是 疼吧 你继续跪下 烟子 可不好受 龙婢是凌王妃身边的人 你为什么要救我 算不上救 不过就给你找了口水喝 你先歇着 一会儿再回去 我最经常受伤 所以带了金钞药 你拿着用 那我走了 好 参见君上 左总督要和您商量城墙修建仪式 正在殿外等候 好 知道了 姑一会儿就去 是 奴才告退 君上 最近这传话的奴才一来 您就兴奋 您在等谁啊 不说我也知道 丑娘娘不会来的 她上次可犯了不敬之罪 难道不该来请罪道歉吗 君上 您想见娘娘 您就去见她嘛 为什么总要孤主动 这 这娘娘嘛 是吧 面皮子薄 她可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但她 她 她不敢来见你嘛 君上 您再去一次 您就等于给她一个台阶下 她肯定不会是上次那个态度的 你说得有点道理 是 君上 一会儿见到丑娘娘 您可要柔和一点 女人嘛 都是喜欢温柔的男人 更 更温柔一点 怎么做 这个 首先呢 君上 您的脸色要稍微化和一点 试着笑一点 像奴才这样 奴才这样 啊 清理喜欢顾笑 对对对 对对对 微笑的角度再稍微大一点 稍微大一点 也行 除了这个微笑呢 您的语气 最好也稍微改一下 古朔华一直都这样 怎么改 要不然 要不然这么着 奴才斗胆 请君上言丑娘娘 奴才也您 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我 君上恕罪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您答应了 来 开始吧 奴才吃雪 来啊 来啊 奴才来了 那个 东东东 清理 参见君上 爱妃 奴才 阿扑依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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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请你 游壶啊 啊 啊 我 今天有些乏累 想先睡一觉 哦 哦 姑 最近 也有点乏了一点 爱飞 要不要 咱们 一起 一起 睡一觉 好 军上饶命 军上饶命 奴才什么都没看到 滚 好 奴才这就滚 奴才这就滚 这 这 我 这 这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 一万 绝对是个一万 我要同死那个奴才 你去吧 下次还这么办 他跟小印子我谁都不见 好 娘娘 娘娘 娘 果然是你 我还以为认错了呢 本 本愿还有事在身 我 我 娘娘 您打算一直躲着我吗 你这是要去哪儿 去 去看太妃 巧了 我刚好要去见母妃 一同去吧 还 还是殿下先去吧 这样的距离 总可以了吧 是我 今夜月明 是否应回首 是还未见 我们去湖县厅拿幅画 我带给母妃 曾对你讲 当命途跌宕又不傲 漫天雨色也难倒 让我回首 去你思想 哇 这幅画好漂亮啊 只是 这个鱼为什么没有眼睛啊 这点睛是最后几笔 画实匆忙 得亏让你看了一眼 不行不行 我 我会毁了你这幅画的 很简单的 你看 你看 好像真的挺简单的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还是你来吧 我们一同去善泽殿 我带礼物 你却空手 你添一笔 这幅画也有你的一份 那我不是占了你便宜吗 不行 母妃怎会不是我笔墨 不过是给你添笔讨个说法 拜会不空手 这是咱们一起的礼数 你应该知道的 那 那我就试试 郡上 其实刚才那招很管用的 您是什么一奴才 闭嘴 郡上 您刚才没有一点 什么样的感觉吗 挪才可是 我叫你闭嘴 连翘 你 我 你知道我笔姿势不对 要这样 嗯 你以为孤不知道你安得什么心 金王殿下 你没事吧 赵清理 你该死 我 你动手啊 你这个暴君不就喜欢杀人吗 有本事当面说 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 古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不准再见他 我讨厌你 让开 是不是我太冲动了 不该在这个时候激怒他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 皇兄 还敢来建国 不能玷污娘娘清誉 此事 必须要说清楚 白天是臣弟在教娘娘 运笔作画 那画 是要送给母妃的 你一句了 臣弟知罪 其实 臣弟确实对娘娘动过心 但臣知道 娘娘的心里只有君上 便早断了念头 近日 臣弟才遇到自己的命定之人 臣弟年虽不小了 今夜前来 是想请王兄赐婚 赐婚 是左总督之女 这是他亲手为我做的定情之物 臣弟周游各地 遇到他以后 我才想安定下来好好生活 可是 左总督好像不太满意 臣弟便厚着脸皮 来求王兄帮忙 准了 呱回去就命人去提金 起来吧 谢谢王兄 那 臣便告退 回去把消息告诉他 好 命定之人 赵清理 你该死的 野蛮人 暴力狂 娘娘 娘娘 大消息 大消息 怎么了 季王殿下要结婚了 你说什么 那个 听说是一见钟情 然后私底终身 女方家里还在犹豫 季王殿下直接就找君上提亲了 简直是太浪漫了 娘娘 您不开心吗 那倒没有 我还挺替她开心的 听说了吗 府里又有人中蛊了 怎么会 千真万确 这次是凌王妃 医官给她开了药 凌王妃喝后 吐出这么大一只蛊虫 还一动一动的 君上和太妃都去看了 可是 下谷的丽夫人不是早就死了吗 你不知道 丽夫人就是个替罪羊 据说 真凶一直另有其人 估计 马上就要彻查全府了 这凌王妃一出世 府里又有遥远对准咱们 一传世事传百的 万一君上真的醒了怎么办呀 君上不会醒的啊 啊 阿衡 我 我最近头有点痛 睡不好 你帮我去玄一阁 拿点安神的药呗 好 娘娘您 最近睡得不好吗 快 来 来 怎么了 娘娘 这次的事情完全是冲着我来的 趁着阿衡不在 咱们把冉希院里里外外 有可疑的瓶瓶罐罐全部扔掉 这几日每天都要检查一遍 好 福东 娘娘 福东又要紧事和您说 君上 君上 丑娘娘派领翘来了 丑经理 啊 见吗 让她在外面等着 嗯 外面挺冷的 脸翘穿得很少嘛 小印子 啊 奴才是说 丑娘娘肯定有重要事要跟你讲哪 嗯 让她进来 哎 参见君上 什么事啊 娘娘邀您去冉希院看戏 看戏 嗯 现在 对 娘娘说要给您个惊喜 悄悄给姑准备了戏班子 你先回去吧 姑再忙 那您不去了 看情况 那 回去告诉丑娘娘 冲上一会儿去当 啊 去 奴婢告退 奴婢告退 小印子 嗯 姑还有多少公文没看啊 哎呀 那个差不多都看完了 剩下的君上可以晚点再看 啊 嗯 这也没搭是一台啊 她怎么也不点个灯啊 君上 屋里请 啊 原来好戏在里面呢 君上请 君上请 闯娘娘等君上呢 奴才就不进去了 不进去了 嗯 清离 清离 君上 搞什么呢 戏呢 马上开始 是吗 你 干吗 闻眼吗 姑很期待 来 太妃 参见太妃 清离 你邀本殿今夜来此处看戏 都已经这么晚了 戏呢 好戏马上就开始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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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派你来的 你 阿虹 你会武功的 好 零千丝 故亲眼所见 你派这个奴才在清离的房间下蛊虫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不是的 都是这个奴才自边自演的 臣妾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她都已经招了 你是谁 为什么要诬陷本月 丑经理 你以为找个死士 就能陷害本月吗 居上是不会相信你的 王妃娘娘 你说她是死士 好啊 我还有一个证人 王妃灵士 未夺军宠 行栽赃嫁祸之事 现证据确凿 命其出府回家反省 非诏不得回 啊 啊 啊 任道事为念 流砸 死傻 映住发赞赠情别牵挂 远来远去啊 咫尺别天涯 若不能回别辜负了眼花 若想失去 想唱给你 若再相遇 必定心意不离 不问爱情 只愿余生心意不逸 与你朝朝暮暮相依 若想失去 想唱给你 若再相遇 必定心意不离 不问爱情 只愿余生心意不离 与你朝朝暮暮相依 与你朝朝暮暮相依 就算暗许 就算分离 就算千百年不相遇 就算千百年不相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